唉,很無聊 美鳥姐,抱歉,不然你看一下電視 我再十五分清就好了 好啊 現在為您插播即時新聞 今天下午三點左右 台北看守所發生人犯逃脫事件 真乖,我剛出來的時候 看到這麼多警察 脫逃人犯謝永豫,射嫌殺人 被一審法官看守為十五年 憲政二審傷心功 至於脫逃的原因 以及有沒有其他共犯 其方是在追查當中 敢說他就被在這裡負責 這股腿又怎麼在這裡 美鳥,你是哪裡在這兒 你怎麼整個臉都脫穿穿 我手也一直在穿 我手也一直在穿 我… 我… 對了,美鳥姐 我人家沒穿穿 你腳下午再來,好嗎 這樣嗎 好啦,沒你好睡,我腳下午 等一下,美鳥姐 我像沒好睡兩天 你們兩天我再來好嗎 好… 好… 不好意思 來啦 阿文姐,你也一樣 我們在這裡做到這裡 這次我請你 然後… 立英倉皇失措的模樣 讓美鳥感到有些意外 但美鳥以為立英是生病的關係 所以也就順從了她的意思 早早回去 只是當天晚上 美鳥卻不知怎麼的 老師心神不寧 第二天一早 美鳥又跑去美能院一趟 沒想到立英依然沒有開門營業 這可讓美鳥納悶起了 因為立英從來不曾如此 美鳥不禁開始擔心起來 而她萬萬沒想到 才又過了一天 居然就真的出事了 什麼呀 我今天要待機呀 好…我馬上回機 我今天要待機呀 美鳥呀 美鳥呀 小天師傅有什麼事 你怎麼跟她說的 你怎麼說 你怎麼說 你怎麼說不得了 怎麼說不得了 不行 你給你看 真心的 怎麼會有這種事 問我 要問你呀 對啊 這種事別問我了 我們讓她看她的 我找她出來問看看好不好 美鳥又驚又急之魚 趕緊設法找到房東 好不容易等到房東來了 三個人迫不期待地 想問清楚事情的原委 而根據房東劉先生的說法 昨天立英曾經來找過她 表示只租到這個月為止 所以打算解約 並想立刻要回剩餘的押金 雖然她也感到詫異 但因為立英態度堅決 所以房東只好答應 而當時立英拿著小皮箱 一拿到錢 便急急忙忙離去的模樣 好像在逃難似的 聽到這裡大家恍然大悟了 原來一群人都被這個外表柔弱的女子 給騙了 你做的都是你啦 一直做一直做 我會把五千塊給她 現在 我錢要給她上套啦 對啊 我半五千塊 我半五千塊很會 我還會因為 這 由於當初許多人 都是因為美柱的關係 才會相信立英 現在立英跑了 不免埋怨請美柱來 更要她負責把人給找回來 由於街坊鄰居 親朋好友的錢 加起來也將近五十萬 逼不得已 美柱只好把萬順找來 設法解決目前的酒禁 雖然萬順下定決心要趕緊抓到立英歸案 然而就在第二天 也就是民國七十二年九月十日的清晨 台北縣五谷鄉附近 有民眾發現了一具全身赤裸的無名的事 且該具屍體的頭顱居然不見了 這自然震驚了當時整個社會 警方立刻組成專案小組全力追查 由於案件就在萬順的轄區內 所以萬順只好先將立英的案子割下 加入這樁慘絕人寰的無頭女士命案的 即凶行動 由於死者缺少頭顱的關係 所以連確定死者的身份都成了問題 更別說是鎖定偵查方向了 因此從一開始 案情就陷入膠著的狀態 五谷鄉無頭女士案 目前仍無絲毫進展 雖根究底 就因為台灣至今仍為強勢 將女性指紋建黨 所以目前警方也只有透過 前來認識的民眾意義過濾 我... 我才不知道那個死者是什麼人 哪有在想看見我兒子 還是比較早看見我兒子 我... 然而就在美柱睡著沒多久 詭異的事情卻發生了 居然有雙手出現在美柱房裡 而更離奇的是 這雙手居然緩緩地飄向美柱 最後甚至在她臉上按摩了情 只見她動作靈巧熟練 彷彿十分了解美柱似的 讓恍恍惚惚的美柱 感覺到一陣舒服 絲毫沒有意識到鬼魅侵犯 就這樣連續一個禮拜 只要是美柱睡著了 那雙手都會來替她按摩 這一切一切 美柱居然都毫無察覺 而就在美柱不自覺有這番奇遇的同時 原本陷入僵局的無頭女師命案 也有了突破性的發展 一名男子陳大貴向警方表示 該名無頭女師應該是她離家 將近兩年的妻子簡秀英 因為簡秀英的血型 年齡及身體特徵 與警方在各媒體所公布的幾乎完全相同 這不僅讓警方又燃起了一線希望 為了早日爭破此案 萬順就帶領著她那一隊幹員們 不眠不休地在外奔波調查 一連好幾天才終於回家一趟 美柱 先生 你等了嗎 我快來吃飯吧 不用 不用 我等了 現在出來了 沿著我會處理 你不用這麼沒用了 好 你沿著我不會出去 我現在是給我逗了 來 提醒一下 你最近做什麼事嗎 我 沒有啊 沒有啊 你當時 你才會花這麼漂亮啊 我看死嗎 這兩天都沒看 就被這麼不知道跟我說話 不要死 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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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給萬順補補身子 他特地上中藥鋪 買了一鐵家味十泉大補湯 準備熬雞湯給萬順喝 再給萬順這碗 在船頭,你應該收拾不了 來呀,你過了 唉唷,你又不懂了 在最近,我是這麼長的 我們大家終於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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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 現在有時間去找找找找 阿姬,這次安裝好嗎? 你今天看人家很漂亮 人家不正常 像我們來找找一樣 聽到這話,美柱雖然高興 但接二連三的讚美 也讓她感到十分迷惑 如果萬順是為了討好自己而稱讚 這還說得過去 但是最近老是埋怨自己的阿姬 又是為了什麼呢? 美柱一回到家之後 仔細端詳盡忠的自己 果然也發現到 不僅皮膚細緻的嚇人 甚至連黑斑也不見了 奇怪 我早上明明就沒有做什麼保養 她當我聽說 那邊這麼有油 就像是被摸出來 困惑隨困惑 但生活作息正常的美柱 時間一到還是準時上床睡覺 而當她熟睡之後 那雙手竟又悄悄出現了 就像往常一樣 鬼手熟練地替美柱按摩整個臉 而美柱也沉醉在那種舒服的感覺之中 然而這一次 那雙手拳突然一反常態 狠狠地用力捏了美柱的臉頰一把 離開 活手 不會的 一直給我巴 Vors 吓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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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乖 我怎么做这种木头不一棒呢 我练习点心 换太多了 结果练习在跳了 Fifteen的面孔 可能在跳rom it 不管我在想 disappears 这么永远 Believe我跟她一样 我自己也没关系 原来你把《手把舌舌咸ication》 不是啦 真的要搖啦 真的要搖啦 美柱簡直嚇壞了 從沒有使用過的保養霜 為什麼會消失了一大半 而且在半夜時刻 居然還有一些殘留在自己的臉上 難道是那個無頭女鬼 來替她按摩做臉的關係嗎 難怪最近她不斷地被稱讚皮膚變好了 只是美柱不瞭解 這個無頭女鬼的用意究竟是什麼 為什麼要每天晚上都跑來替她做臉 難道是想要借此來告訴她什麼嗎 奇怪 要什麼啊 我知道 我知道她的意思 她就是要用這種方法來告訴我 她的無頭女鬼 她的無頭女鬼 都死在那裡啊 對嗎 我想問她們